《水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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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金門國家公園解說員,孫力亭 歡迎大家來到水頭聚落 在金門一百六十幾個自然村當中 《水頭》是陽樓洞宿最多的傳統聚落 這是因為在清末迷出之際,金門有一段落番的故事 早期的金門人因為謀生不義 紛紛外出到南洋去工作 出外的金門人會先到廈門坐船 從廈門航行約一個禮拜之後到達新加坡 之後再從新加坡轉轉到馬來西亞、印尼等地 早期的金門人呢,出外多半選擇到橡膠園裡面工作 環境很差,死亡的非常的多 到了後期呢,才跟著父子輩有一點的積蓄的經營呢 開始從事散板啊、搬運啊、貿易等工作 逐漸脫離貧困 當時很多的金門家庭都是靠僑惠來過日子的 去南洋奮鬥的金門人多半把七小留在家鄉 由婦女照顧家庭、事後公婆 等到自己的小孩子長大之後 又再度出洋到南洋去 所以當時婦女的處境是非常艱辛的 出洋客將辛苦所算的錢匯回家鄉 改善家計、翻修主措 同時將僑居地的建築特色、教育、服飾、衛生習慣 還有飲食、社會風俗等都帶回了金門 啟動了金門的現代化、造就了僑鄉文化 像我身後這棟建營民國21年的金水國小 就是由當時去印尼奮鬥的水頭居民 集資所興建的一所新式小學 而經營這個小學所需要的錢呢 也都是由僑惠來致應的 華僑除了將辛苦所算的錢匯回家鄉 興建學校之外 更多的是資助自己的家裡蓋新的樓房 德月樓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這棟樓高兩層樓的華納樓 是民國20年由水頭的黃輝黃老先生 到印尼從事批發工作自父所興建的 洋樓的正面充分展現了中西合併的藝術風格 以當時的建築水準 是金門最具規模的洋樓 我們來看洋樓的最上面有一個三角形 三角形裡面有一個時鐘 時鐘的時間呢是12點40分 這有兩個含義 第一個含義 時鐘是一個新時代的表征 第二個含義呢 就是希望你將來工作的時候到12點40分才吃飯喔 工作的比別人多 你就賺的比別人多 自然能夠成功 接著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盾牌 盾牌上面寫著中華民國20年 說明了這個洋樓的興建年代 接著有雙龍搶豬的圖案 大象花籃非常的可愛 之後又發生盜匪入侵聚落的事件 為了御敵 黃老先生在民國22年 興建了這個樓高11公尺的槍樓 取名為德月樓 作為整個全村共同的防疫系統 成為橋鄉文化的代表座 走一趟水頭 領悅它的建築風情 體會金門人若藩的血以淚 認識它 了解它 愛護它 金門國家公園 歡迎您